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新莊的熊記燒餅油條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據說這家店已經有80年以上的歷史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菜單總共就是這幾種 那油條是現炸的,所以這麼香 呃,妳好,我要一個燒餅油條 然後還有一個芝麻蔥燒餅 然後還有花生湯 燒餅油條、芝麻蔥燒餅都沒有花生湯 對對對 加一個一花的也好了 來,隔壁跟他結帳喔 好,謝謝 聲音真的是蠻好的 整個空氣裡都是油條的香氣 對,很香 好,那這個就是80年的老店 超好的 來,花生湯 對 跟一百二號 一百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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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在這邊已經超過80年以上歷史 對嗎 對 對 好 好,謝謝 好,真的很大份量 那現在吃吃看 好,我吃起來覺得很酥脆 然後燒餅很香 有一個餅的香氣 還有蔥的香味 好吃喔 它不像一般的那種油條會有油耗味 它是酥酥脆脆的 蠻酥爽的 而且分量很大 很酥 很酥啊 很香很酥 好吃的 蠻好吃的 好,確實很棒 但是可惜就是 一直買回去吃 或是在路邊吃 滿分滿 很香 好,相當的棒 這個平民小吃 80年的以上歷史 好,再來是這個 芝麻 蔥燒餅 好,這個吃起來蠻外省事的 不會很硬也不會很軟 剛剛好 這個很一般 這個很一般 就是那個 外面不是有賣很多燒餅的那個 其實它的那個比較好吃 燒餅油條比較好吃 這個比較一般 對,這個比較一般 沒有很硬 就軟軟的啦 比較一般 好 那這個就80份 好 奇怪,這個比較沒溫度 這個冷冷的 對 不熱的就好吃了 嗯,沒什麼溫度 對 好,80分 好,大概因為這個油條是現炸的 所以比較有溫度了 然後比較酥脆 這個比較好吃 好,那最後是花生湯 這花生湯感覺好像蠻厲害的 很濃郁喔 喔 剛好很巧,今天我也是喝花生湯 然後這個也很濃郁,好吃 50塊一碗,有點小貴 50塊是大家最貴的 50塊啊,等於一個便當的 那是好喝 好,那分數我覺得90分 因為真的稍微有點貴 但是它品質是不錯的 好,要很少喝喝看喔 比較少喝到花生湯 略甜喔,但是這個花生味道還蠻香的 蠻甜的 蠻甜的 還不錯啦 對 這個感覺有點太甜 有點太甜 好,那 75分好了 不行啦,那單價這麼高 要90分 哈哈,一定差了好喝 好吧 就 75、80 然後 N少是90分 好,OK 好,那這個是口味蠻不錯的店家 各位朋友可以來吃吃看 有點好吃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好,那請接著就來到 新莊的 中醫四神湯特殊口味 這是這一攤 這一攤側面的樣子 好,那生意非常的好 相信一定是這一攤比較好吃 雞肉飯 雞肉飯 好 叔叔,你吃什麼 我要那個 四層湯 然後呢 四層湯 滷肉飯 雞肉飯 這邊吃 這邊吃 謝謝 阿姨,你要拿碗嗎 沒有 好,感覺生意蠻好的 OK 好,OK 滿大碗的 生意 生意真的相當不錯 好,噹噹噹噹噹噹 這是本日第二回合 然後那飯還滿大碗的 然後滷肉就是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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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的 他這邊人好多 應該口味比較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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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碗香噴噴香噴噴的齁 連飯也好吃 但就只是擦在它的飯比較黏 好吃 軟軟的飯 等一下雞肉飯好不好吃 很燙孔齁 但這邊客人這麼多一定是這家好吃的 辣菜 好吃噢 好不錯喔感覺蠻古早味的喔 滷肉香然後辣菜也香 而且應該是還蠻大碗的 這個就是 算是廟口小吃了 那醃的就是 辣菜酸酸香香酸酸香香 很開胃 很有特色 很好吃耶記得多加一點喔 口味真的相當不錯 嗯 嗯 這個腳下去有一種很開胃的感覺 相當的棒 然後四周環境相當的草啊 好 那這個飯的分數我覺得是90分 相當不錯 好再來是四神湯 相信一定是這邊的招牌 應該都 既然叫做中醫四神湯 嗯 好吃 好四神湯有這個一人的香氣喔 然後感覺 料很實在 還有米酒的香味 然後腸子煮得很軟 嗯 好這個腸子很飽滿 好吃 相當口味相當不錯 嗯 恩 好香奔奔香奔奔的喔 嗯 真的很好吃 然後這個腸子很柔軟 好請漁炒嘗嘗嘗看 很香 蠻實在的 難怪這邊生意這麼好 雖然不是最頂級的好喝啦 但是口味也還不錯 因為目前我覺得四成湯最好喝的是 那個慧安 慧安四成湯 你說那個很大碗的那個 還可以嘛 比較單純的味道 我覺得90分 有一點味精的味道 稍微 小姐那請問我們的多少 兩個飯 對兩個飯然後跟湯 剛好100 好小姐 我現在看直播嗎 對介紹 謝謝 口味相當不錯 個人覺得這種路邊攤小吃是最值得推薦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拜拜 好那緊接著就來到剛剛 那家特殊口味四成湯 斜對角的蝦仁羹 這家人也很多 那我們來吃吃看 老闆娘我要一個那個綜合羹跟蝦仁羹這邊吃 然後還要 一碗小的甘油麵 好就在廟的附近喔 生意還蠻好的 好感覺很傳統的 那這個是綜合羹就什麼都有 好那我就是蝦仁跟摩車好多喔 湯頭很清甜 這家棒喔 蝦仁也蠻實在的阿 好有點像魚醬一樣包裹著一層阿 然後裡面的蝦仁還蠻鮮甜的 好吃 要是有點烏醋就更好 這烏醋提個味更加的香阿 滿滿的海洋力量 嗯嗯 加上烏醋之後味道更好 好吃 好真的很棒 好很傳統的羹湯 裡面還有點高麗菜喔 好單純而美味的滋味 覺得好吃嗎 嗯 它羹湯都還蠻美味的 蠻實在的阿 我喜歡沒有加烏醋之前的 嗯 你比較喜歡沒有加烏醋之前的 好 好那加不加就看個人 好再來是這個油麵 乾油麵加滷蛋 滷蛋好大顆喔 嗯 嗯 喔都很香 好再來乾油麵已經拌好了 加了兩匙酸菜 感覺滿傳統風的 嗯 好,湯的分數我覺得是90分 就是一個蠻簡單的美味 然後甘油麵也好吃 就是傳統風 豬油、醬油、辣椒跟一點酸菜 酸菜蠻好吃的 好,有炒過 好,這個簡單的美味 很簡單的台式小吃 然後很平價啦 所以客人蠻多的 好,那這個街上小吃我覺得就是 吃的飽飽飽,但是不太上荷包 算便宜 當上在台中的話 那個路邊攤的價錢就超便宜 30塊 大概只有我們這邊的一半價 好,也相當不錯 我覺得是90分 不錯 好,相當平價的小吃 但是車流量非常多要注意 然後停車也有點不好聽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